随着新能源的不断崛起 寻找新型新年能源作为汽车的动力迫在眉睫 很多人想到了核动力 那么核动力真的会是新能源汽车未来的优质选择吗 能达到无限的行驶目标 首先来说一下核动力的优势 核动力汽车好像离我们还是很遥远 但实际上凯伊拉克和奥迪已经在主手研发当中 建立一个核反应堆 与离子发射器 给它营造一个秘密的环境 放在车身的中间位置 理论上讲就能让汽车的动力无限化 从而到达真正的无限制清洁能源 但是核动力的弊并更多 首先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核弹的威力和核电站泄露的伤害 大家都是知道的 一旦车辆核动力装置在大线上出现问题 后果不堪设想 更有核辐射和非料的问题无法解决 在一个核动力上的造价太高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核电站 核险领等等的一些修建成本 虽然供汽车使用的核动力装置会小很多 但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了的 销量会是它面对的首要问题 同样的价格 买一辆车和买一架飞机你会选哪个 之前奥迪和凯迪拉克还推出过核能概念车 但它们依然在防止核辐射 还有核废料处理 这两方面束手无策 因为这两款概念车亮相以后 就与是长辞 其实我们对于核动力车的渴望 更原是希望汽车采与的能源 变得更加清洁和高效 碰动动力汽车 新能源汽车 也可以达到这方面的要求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 在世界上就排在前列 不过是在人为 在科技进步如此飞速的今天 核能汽车说不定 未来真的能够退出 毕竟人类走向宇宙 也不过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谁敢说解决核非料核污染的问题不可能呢